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心可犯伴可修 相依已是难求 愿意相恋在心秋 只盼此心里梦永久 心愿意相恋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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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個人都不愿意相恋在心中 你知不知道 狩姑, 你答應我 不要做些傻事 知不知道 好, 我們快點走吧 這次不是為了救壽姑 我也不會這麼冒險帶你過來 來, 我們走吧 好 壽姑 你急急, 比我更冒險 知道嗎 我們走吧 急急 參見大人 你們三個 就是為了楊乃武這件案例 是, 大人 上次太后已經派了胡瑟蘭來重審這件案 但是根本就跟劉石和陳老他們貧臂為奸 對了, 我們已經寫有訟旨來控告胡瑟蘭 請大人為我們翻案 請大人翻案 雲長, 朝廷命官怎麼到你們立暖暗告的 更何況這件案, 老佛爺已經下旨 以胡大人的判處作案不得再犯案 就算你們求我都沒用的 大人 你不用說, 我不會再理這件案, 你們走吧 大人 我幫不了你們的, 你們走吧 大人, 如果連你都不能救我相公 那我也無眠身處在世上 你...這樣的冤案 朝廷命官竟然視若無睹 究竟公理何在呢 我們生存在這個世上又有甚麼意思 沒錯, 人家袖手旁觀, 我們就有心無力 不如我們一死, 免得再見人間冤獄 你們不要太衝動 大人, 我知道這件事會令你十分為難 但我斷不可以眼白白看著我相公含冤而死 請大人求老佛爺再次為我相公翻案 否則, 我就死在大人面前 我們亦願一死, 以求大人翻案 你... 好了, 先起來 下官無能, 請老佛爺恩准下官提早告老歸田 下官身為刑暴上書, 受朝廷諷錄 但是, 眼見有冤案不能翻案 下官實在有愧於心 下官實在有愧於心 太后, 你替我刑暴上書 扶起他, 是, 曹寶, 你起來吧 謝老佛爺 究竟他是甚麼人 回老佛爺, 他就是楊乃母的妻室, 楊占氏 因為他千山賣水, 兩次上京, 為他丈夫申冤 因為疲勞過度, 只有環保 我已經派胡瑞蘭為楊乃母翻案 我已經查得, 楊乃母舉人之名為, 是被胡瑞蘭隔脫的 他重審此案, 維持原判 已經引來很多人不平 所以他自, 再無死上京 我覺得他是一個精烈女子 只有求佛爺的主詞, 公道 她這個是一個精烈的女子 太后, 我相公他真是冤枉的 求太后明察, 為他信冤 太后, 你明察, 太后 太后, 太后 好吧, 你起來吧 曹寶 臣在 我派你到杭州, 重審此案 你一定要大公無私, 秉公辦理 走 走 這個楊占氏真可惡 竟然親自想要求佛爺回案 我都說要看著他, 這樣也被他走掉了 我怎麼知道 我以為佛爺已經把你的案子審結了 我們就去放心了 陳明 你們還在怨甚麼? 一會兒曹大人來到, 你們要保持鎮定 要不然大家都有事 上一次, 我先過他去見佛爺 這一次, 正一下來者不善 你們要隔外小心 來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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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人 的 老大人 大人, 路途上辛苦了, 請進內堂休息 好, 大人, 請 曹大人, 你連日趕情都很辛苦了 我們在醉香樓預備了酒菜為大人洗塵 是呀, 大人, 下官等專誠為大人洗塵 大人一定要賞臉 是呀…三位大人, 我看不用客氣了 因為楊乃武這件案實在拖得太久 我想盡早了結此案 我想今晚看完所有卷宗 希望你們將有關這件案的卷宗交給我 還有, 我不想有人騷擾 如果沒有我的通傳, 任何人不要進來 下官告退, 請便 我看過所有卷宗, 其中很多疑點 最主要的證人, 是藥店主人錢寶生 她最有可疑 她跟你說過, 說為你丈夫作證 但是她突然間又改口 我發覺這件事, 是事由翹翹 我翻查過她的帳簿 我發覺你丈夫買藥那行的默跡 跟其他那行不一樣 我想是另外加進去的 你看看 的確是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 錢寶生是最有可疑 不知道大人, 你有甚麼辦法證實呢 我自然有辦法, 以她說真話 錢寶生, 你記住 在公堂上千萬不要亂說話 萬一酒樓風聲, 不僅有罪 你也有罪 劉大人, 這次案子是刑暴尚書 我怕… 你怕甚麼呢? 只要你回到以前的說話就行了 報告你沒事的 劉大人, 這個刑暴尚書 不是那麼容易受矇騙的 如果他問我一些問題 我答不出, 那我怎麼辦 你怕甚麼?我和兩位大人不會幫你 記住, 千萬不要慌張 是呀, 我始終還是怕 別再說 如果你再這麼多說話說的話 他就殺了你 為甚麼你在公堂上立刻說話 你…你想殺人嗎? 錢寶生 這裡有些銀子, 你拿了它 你回去慢慢想清楚 在公堂上應該說甚麼話 錢寶生 你也是錢寶生嗎? 是呀 我要拿的嗎? 是呀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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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旁邊, 追 前老闆, 為甚麼這麼晚 甚麼事這麼慌張, 前老闆 對了, 你們去救救我吧 我...我已經死了 楊夫人, 上次你不是叫我去公堂 替你上班作證的 我...我現在答應你了 你們去救救我吧, 救救我吧 謝謝你 上一次你害我上班做不夠嗎 這次你是想怎麼害他 不會...我這次說真話 上次是劉昔彤, 收買了我 我只是說假話 他現在派人來殺我滅口 如果你們不幫我, 沒人幫我了 誰知你這次是不是被人收買了 來陷害我們 不會...請你相信我 麻煩你通知尚書大人派人保護我 不然我一定死定了 既然這樣, 你先起來吧 明天我就帶你去見尚書大人 靈靈, 你千萬不要去衙門 如果劉昔彤見到我 我...我一定是沒命的 你放心吧, 我知道怎麼做 大人, 真的不關我的事 是劉昔彤叫我這樣做的 那就是說, 楊乃母 沒有去你那裡買個砒箱 是啊 那你肯不肯出唐作證 只要大人能夠保護小人 小人就聽從大人你的吩咐 好 人來, 渣 你要日夜保護他 全部不能離開 直到我傳他上唐為止 渣 大人, 這次上唐作證 你可不可以輕判小人 這件事我自有主張 你跟著他 好, 謝謝大人... 請 大人, 那... 我自有辦法 楊公子, 辛苦你了 你們好好的吃完最後這一頓 為甚麼 大老爺已經判了罪 明天你們抓到法庭斬首了 大老爺現在隔外開恩 讓你們見到最後一面 今晚有甚麼話你們好說 你不要說 為甚麼 為甚麼想知道我們這麼公平 我們明明是清白的 為甚麼要冤枉我們 為甚麼 這個世界 根本沒有公理 我們是清白的 那又怎麼樣 人不陪我們死 那也好 這件事搞了這麼久 終於到我解決了 我自己也不想偷生而入世 可是我最擔心的是娘 白頭人送黑頭人 她會受不住的 我直 death 你是憑我 那個爹 不是宜你足給那群禽獸害死 至少勤分得住 你別博取功力 做百姓的父母官 怎麼會特別被這群父母官害死 我們才知道 官官尚為赦死的屋 根本就不知道做我們的父母官 我是...我是清白的一點 他們有沒有陪我們冤枉 說我們中間毒死過一年 賴毛 我楊賴毛是地點立地的大丈夫 根本沒做過一半的歪心事 吃錯了, 官子兩個口 得劉芳他們三個口 根本就不能讓我們不認 大姆, 大姆 大姆, 你何必這樣做 想要懲罰他們 你這樣做, 都是於事無補的 秀姑 我們那時候已經愛過你 但是我認識過妻子 我們之間只能為了願無分 你不用說了 我一切都明白 現在天還沒說了 但願上天可憐我們 永遠都不要天過 任何忌 Crisis 人家 他們有沒有痕情 你們出事都見到了 辯 drin 是不是 人家 霞 上天, 都沒有連吻到我們了 希望岸上, 上天不要再作用了 本官是奉老佛爺的意旨, 翻查此案 楊乃武, 你有沒有寸同葛筆氏 毒實葛品年, 從實之外 大人, 小人是冤枉的 主葛品年的死, 根本是有個無關的大人 葛筆氏, 你有沒有跟楊乃武統姦 毒實葛品年 大人, 冤枉 祖大人, 這兩個都是刁民 如果不下草刑, 我看他們也不肯招認 本官自有主張 你們既然不肯招認, 我就傳名一證人 人是, 傳葛如氏 傳葛如氏傷害 文庫葛如氏, 叩見大人 葛如氏, 你告葛筆氏 謀殺你兒子葛品年 你到底有沒有親眼看見他下毒 大人, 文庫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他下毒 但是文庫兒子 是喝了他親手報告換藥而死 求大人替我兒子品年生 文庄, 你既然沒有親眼看見他下毒 你怎麼可以憑估計, 誣告他們 曹大人, 我看葛如氏所說的也沒道理 要不是葛不是下毒 葛品年又怎麼會無緣無故死了呢 大人, 小夫人丈夫葛品年一向有病在身 當日更被樓子漢踢落水 加重病情, 所以才突然暴斃 請大人明察 大人, 他分明是胡言亂語 他三番四次改變宮廁 無非是想為自己洗脫罪名 所以把責任推在他人身上 楊麗武已經承認了 去藥店買砒箱混入藥中 這件事慣有藥店的老闆前寶生做證 況且他已經簽公橫押 我可以見得 那筆氏所說的全部都是假話 大人, 我當日的原罪 為甚麼是他們鬱打成枝 將小人膽默性人事 教你用小人的手指畫眼的大人 大人並非小人自願的大人 又是武, 你連罵... 叔政, 待本官看過宮廁, 再行定爹 是... 劉之輔 楊麗武是舉人一名 難道他在宮廁上簽個名字都不認識 這件事你怎麼解釋 是... 既然劉之輔, 你無話可說 那我傳另一證人 引來, 傳錢寶生 錢寶生, 上課 小文錢寶生, 究竟四位大人 錢寶生 楊麗武去你藥店買羊 究竟有沒有買過皮箱 你從實招來 快點說, 究竟有沒有 大人, 沒有 楊麗武根本沒有買過毒藥 錢寶生 你說過楊麗武去你那時候買毒藥 為甚麼現在前言不對後語 你知道嗎, 如果你給假口供 你可以定很重的罪 錢寶生 你為甚麼要指證楊麗武 你不怕老實對本官說 如果情有可原的 本官就可以重興發落 如果不是你形象賴賴 大人, 小文本來想公神話 楊麗武根本沒有買過毒藥 不過事前 劉知府見過小文 要小文指證楊麗武 小文受他威逼離有之下 為了想和指證楊麗武 他還想殺我滅口 大人, 根本不關小人的事 請大人輕破 錢寶生, 你亂說 劉知府, 這件事你怎麼解釋 大人, 錢寶生分明是想誣衊本官 大人明察 大人, 小文所說規矩實話 請大人明察 錢寶生 劉知府 本官雖然沒有證據證明 你收買證人, 作假證供 但是本官要將你暫時收監 人麗 將劉知府暫行收監 請大人明察 尚書大人 我看錢寶生的話, 未必可信 為甚麼 根據五祖的嚴師報告 葛品蓮的確是中毒而死的 如果楊麗武沒有買到毒藥了 毒藥又何來呢 顯見得是錢寶生說謊 想陷害劉知府 但是小文所說規矩實話 或者楊麗武去其他的藥店買藥也不定 不過這件事最大的關鍵 就是在葛品蓮的身上 本官懷疑葛品蓮的死 正如葛筆氏所說 是死於舊病復發, 不是中毒 本官打算起份嚴師 人麗, 將一干人等, 暫時收監 待本官去揚嚴師之後 再行升堂, 取堂 取堂 夫人 這杯子就作為我們喝的合金酒 喝過這杯酒之後 我們虎仔今生今世, 永不分離 是 曹大人抓了我爹 他現在還來漁航 他還要再驗葛品蓮的屍 少爺,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 胡大人說千萬不能讓曹大人發現屍 叫我們毀屍滅跡 要不然大家都不行 這件事我會辦妥了 我今晚就去蓋屍了 你一定要記住, 千萬不能出錯 你知道嗎 那天, 你不要忘了 馬生劉子學 親營宗大人、家臨容院 大人, 時候都不早了 晚生已經準備一個好的地方讓大人休息 你怎麼知道我會來這裡 是不是有人通知你 楊占士, 你帶我去割品連墓地那裡 我就馬上嚴謝 大人, 你周居勞頓 早點休息吧 你敢阻言本官? 萬生不敢 發怒 那麼, 那邊都沒辦法 大人, 後輩 鑽太輩 全家裡 越來越堅嬌 呆兒 你們是屍臭味 祖大人 祖大人, 有人到墳 屍不見了 劉子凱, 你做得好事 大人, 這件事我真的不知道 屍臭味這麼濃 我看不去得很遠 我們一來都不見人 一定是從另一方面去, 我們追 祖大人, 那怎麼辦 別走 追 走 走 在這兒 站住 不走 叫你離開, 不走 上當 上太人 放手你 上太人 曹大人, 曹大人 救命呀, 人手好知 曹大人, 救命呀, 救命呀, 救命呀 走, 快走 不要走, 曹大人, 走 走呀, 走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死呀, 师父 走呀, 走呀 快走呀 傅主公 楊夫人, 你醒呀 曹大人, 那條絲呢 那條絲呀 那條絲跌了到山崖呀 那我相公 他不是沒得救呀 楊夫人, 你保重呀 雖然那條絲跌了到山崖 我已經派人去找的了 不過我已經把劉子漢 陳竹山他們抓住 準備帶回杭州審問 希望救到你丈夫呀 曹大人, 我救你 你一定要救我相公 你一定要救他呀 你放心, 我會盡力而為的 不過, 你現在傷得這麼重 我看你在這裡, 你先休息幾天吧 不行, 大人 楊夫人, 我一定要回杭州廳審問 楊夫人, 你現在傷得這麼重 你怎麼方便呢 你休息幾天才好呀 大人, 我始終是他的妻子 無論結果是怎麼樣 我一定要和他一起承受 大人, 我始終是他的妻子 大人, 大人 好了, 我叫人預備點招 和你一起回杭州 謝謝大人 劉子涵, 陳竹山, 你們喜墳道師 意同毀滅證據, 究竟用意何在 發揮從實之內, 免得本官獨役 大人, 我們只不過想幫你一臂之力 是呀, 大人, 我們只不過想幫你一臂之力 難道這樣也不對 何況現在這絲也已經不見了 更加不關我們事 大人, 請你明察好嗎 曹大人, 我看他們倆都是因為救父深切 所以就盡快幫大人你 建出割品蓮的絲出來 現在這絲又掉到山崖 又不是他們做的 照看他們不應該有罪 是呀, 是呀 劉子涵, 陳竹山 你們打傷楊占士又有何解釋 大人, 我們只知道盡力去保護這絲 我們以為楊占士來搶屍 所以才會錯手打傷他 不錯 曹大人, 聽他們這麼說 實在是情有可言 看班大人, 我們現在在衣經下崖底 找到割品蓮的絲體 現在填放在門外, 請大人定奪 好, 你剛才傳由京中帶來的五座 我要織堂驗屍 走 走 登球大人 接吹 走 這誰 走 走 發掘五臟六虎 竟然全無中毒的跡象 我再刮骨不夠 發掘根本就沒有中毒 我證實郭品蓮根本不是中毒而死 只不過有人把毒塗在他口裡 企圖門片彈 好, 你退下 是 審卓 小人做 你負責看管私仇 究竟誰把毒藥 塗在葛品蓮的口中 你快說 你不快說, 滿官就用刑 摩大人, 我說 是劉智虎給錢叫我這麼做的 小人一時貪心 才會做出這種事 請大人開恩 是不是劉錫彤 叫你這麼做的 是 劉子涵, 陳竹山 你們千謀無害 楊乃母, 葛筆氏 你們有甚麼話好說 大人, 這件事完全不關我的事 全部是劉智漢 踢葛品蓮落水 所以葛品蓮才會死的 而且他怕東槍事發 所以就無告楊乃母和葛筆氏 大人, 這件事一點也不關我的事 全部是他一個人做的 你還說 大人, 所有計劃都是他指使我的 你… 你還說 小聲 這件案已經水落石出 楊乃母和葛筆氏 根本是被人無害而受冤辱的 本官現在宣判 楊乃母、葛筆氏 被判無罪釋放 陳竹山、劉子寒 宣謀無害、楊乃母、葛筆氏 杭州、知府、陳老、浙江提督、胡瑞蘭 你們辦事不利、假公祭司 陳寶生、審祥 你們作假口供 一干人膽, 全部有罪 暫時收監 聽本官賞經回報之後 再行定節 退堂 退堂 大人… 三公 楊兄 娘子 楊夫人, 謝謝你 恭喜你們夫妻團聚 謝謝你收工 嫂夫人 楊夫人 娘子 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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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子, 你怎麼樣, 娘子 楊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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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經說過 我好好的報答你 但是我好好的機會 你還記不記得 我說我們這麼生這麼生 都不會分開 但是我們現在偏偏生死相駕 天啊, 你對我猶豈不好就算了 為甚麼你一直這樣對她 她到底做甚麼事 為甚麼連好人都一直這樣對待 為甚麼… 為甚麼這麼好人都要死 你娘 我可以, 這麼小的 你在了嗎 你考慮清楚了沒有? 我拒絕了 楊乃武和小白菜的冤獄 終於洗脫, 其他人都罪有應得 胡遂蘭設職查辦, 劉石彤被判衝軍 劉子汗陳竹山被判處襲 楊兄, 兩位坐 有甚麼事? 胡遂蘭已經復職了 楊兄 楊兄 只有這個觀察, 我還是口蠢事 追逐命令 我楊乃武真是蠢 又是被判施了 C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在這兒生活好嗎 我沒有在這兒敲經臉睡 我覺得是我一生之中最平靜的 其實我這次來是想跟你告別的 我身為一個清清淨淨的地方 很貴人 想不到我有這麼多年書 也不像你今看透世情 外面在下書 你穿多一件衣服 阿龍 在哪兒 你又去哪兒 我身為一家 也不像我 在哪兒 我身為一家 阿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